1936年7月18日黄昏,因发动两广事变而失败下野的陈济堂,身携2600万元巨款,满怀郁闷,从黄浦鱼珠炮台,登上了海虎号军舰,黯然离开广州,踏上逃亡香港的路程。 仅仅还在昨天,他还是这座繁华都市,不,是整个广东的主人。 而七年前,1929年春,也是乘坐海虎号军舰,属虎还未满39岁的他,就像一只出山猛虎,雄心勃勃地扑向这座战腕频发,前途未卜的城市,开始了其统治广东,并直直成为南天王的威水史。 可如今时依时意,弹指之间,这一切已成难科旧梦。 与此同时,一个由他命名的广东黄金时代,就这样人去登西,骤然落幕。 对这个所谓的陈济堂时代,不仅许多老广们怀念不已,而且连他一生的政敌,也曾予以相当地肯定。 1980年,陈济堂之子陈树伯从美国回国参观,邓小平在接见他时说,令尊治约八年,却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 这大概是陈济堂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因为他给自己的评价是,半生无国亦无功,半世救人难自救。 他从排长一直干到集团军司令,成了主宰一方的南天王。 他两次下野,三次复出,两次就讲,又两次反讲。 他是亲共、搅共的极先锋,却又是对红军资助最大的军阀。 1890年2月12日午夜,广东房城县,金属广西房城港市,河州上董望兴村农民陈金义的妻子,在经历了两天难产的煎熬后,产下了一名男婴。 这就是后来的南天王陈济堂。 而生下南天王的陈母,不幸在这个儿子八岁之时,便撒手人寰。 相传,陈父在摆摊卖粉时,帮助了一位神秘的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为了报恩,便给陈母寻了一处难得的风水宝地。 下葬之后,陈家便开始发达起来。 陈济堂的大哥陈维舟也因此笃信阴阳邪道,并以星象为业。 在此后的历次重大事件中,大哥都对陈济堂产生了很大影响。 纵观南天王一生,虽然几番臣服,但是算命占卜方面,从来都没有落后过,有时没事就算一挂。 顺天命,锦仁师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口头禅。 1907年,17岁的陈济堂放弃在房城两等小学的学业,进入亲县警察讲习所学习。 六个月的警察训练结束后,陈济堂却认为当警察没什么意思,立志要投身军旅,成就一番事业。 于是两年后,陈济堂赶赴广州考取广东陆军小学。 1912年秋,陈济堂与同学一道转入陆军塑城学校,继续深造。 民国肇事,本应气象更新,但中国和广东的现实,都让当时还是热血青年的陈济堂失望不已。 袁世凯大权在握,宋教人被暗杀,二次革命失败,孙黄流亡海外。 陈济堂呢,虽然不满现实,但苦于身处革命低潮时期,无奈之下只好暂时投靠到琼崖都办陆农亭的门下,在都办公署当中卫拆遣员。 因不满都办公署的腐败,陈济堂没干几天就辞掉了拆遣员的职务,转入陆龙亭侠下苏鲁森团,担任机枪连的排长正式开始了军旅生涯。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部队里也是派系矛盾复杂。 陈济堂当排长没多久,苏鲁森就被广东都办龙继光杀死。 为了避难,陈济堂便以幼师辱名和养作为名字,藏匿在广东海军保庇舰大副丁守臣的家中。 1914年,丁守臣出任广东中区司令,陈济堂借机捡了个副司令的职位。 其间,他结识了著名革命派人物邹鲁,并参加了邹鲁等人策划的《讨伐龙继光》的棋役。 其一受挫后,陈济堂逃亡香港,后又辗转至赵庆,加入贵军临虎部,从排长慢慢爬到了团夫的位置。 1920年月贵战争爆发,月军一路势如破竹,陈济堂趁机脱离临虎部,联合陈明书、李坤岩等人在阳山宣布独立, 并会同其他月军坚守连堂侠要爱,成功阻击了往西逃窜的贵军。 陈济堂此举有力支援了,历经数年,困顿的国民党人,也为他赢得了一生发展的重大机遇。 在陆军小学就读时的教官兼好友,时任岳敏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坑的历见下, 陈济堂出任一师第一营营长。 经过陈济堂的一番精心操持,易营在1921年7月4日,于阳山城北,大败老贵系沈洪英部一个旅, 迫其退回广西境内,扭转了阅北战局。 陈济堂也因此扬名阅军,一举改参军以来颇多坎坷的时运。 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分道扬镳,陈济堂拥护孙中山, 接替陈明书担任第四团团长参加讨臣战斗。 与邓雁达、张发奎等配合丁贵军于1923年1月, 把陈炯明驱逐出了广州,为孙中山再次南下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立下了战功。 之后,升任阅军第一师第二履履长的陈济堂, 由率部在师长李吉申的带领下, 讨伐入侵广东的沈红英,为广州革命政府解了崇悲。 1925年2月,陈济堂率部西征元贵,五战五截, 有力协助李宗人黄少洪统一了广西。 1925年8月26日,新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 陈济堂改任国民革命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 十年九月,陈济堂率部作为右翼纵队的主力部队, 参加讨伐陈炯明叛军的第二次东征。 10月21日,陈济堂部在双金与陈炯明卯部下谢文炳指挥的五个团遭遇,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余地已重创, 缴获退管炮衣门,步枪数百支。 此意即为二次东征中著名的双金之意。 10月底,国民革命第一军第三师被陈炯明手下林虎部大败于罗金坝, 一路亏退,林虎部甚至追击到了李总指挥蒋介石仅一二里的地方。 情势万分危机,蒋介石都想到了自杀, 不过上天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这时,陈济堂率部以日行六十公里的速度赶来增援, 在双头地区,将林虎部拦腰结下, 为彻底歼灭陈炯明残余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东征的征臣还未洗净, 陈济堂又奉命率部一师南征,讨伐邓本音。 1926年1月,陈济堂的十一师与张发奎的十二师渡海登上海南岛, 全间了邓本音的部队。 第二次东征和南征的胜利, 结束了广东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从此,广东局势稳定, 为北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惊心动魄的北伐战争中, 陈济堂没有像张发奎、陈明书那样身居前线, 而是被安排率部驻留广东。 陈济堂原本打心眼里, 不接受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但出于对孙中山的尊敬, 他当时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 现在孙中山已逝世, 他本人又得以兼任亲联警备司令的身份, 负责维护地方治安, 如何对付共产党便从陈济堂的思想层面转入运作层面。 在亲联地区, 所有工农运动都属非法。 不仅如此, 陈济堂还于1927年初, 整理了一份所谓共产党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报告书, 请陈明书转称蒋介石, 请蒋即刻动手处置共产党。 蒋介石的政治经验远比陈济堂老练, 便以实际味道为由, 拒绝了陈济堂的建议。 但这份报告无疑对三个月后的412反革命政变起到了催化作用。 由于包凶陈维州非法敛财招致非议, 自己清党的主张又为被采纳, 陈济堂心中烦闷。 一气之下, 随辞去施医师师长一职, 以国民政府代表的名义赴苏联考察, 声称要恰商购买军火及训练飞行员等事宜。 抵苏不久, 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人操起了屠刀, 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苏联政府意改先前对陈济堂考察团的友好态度, 不仅终止了军火采购谈判, 而且还阻止他们去西欧考察。 这使得陈济堂对这个共产党国家愈加反感, 反共仇诉的政治立场进一步确立。 1927年11月16日晚, 张发奎、黄祈祥等利用李济深, 汪精伟离开广州, 前往上海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的时机, 发动了张皇事变。 详行接管和改组了广州政治分会和广东省政府, 夺取了广东的军政大权。 年初下归国, 并恢复固执的陈济堂决定拥护李济深, 便率部于东江上游与张发奎部作战, 力措张发奎, 使广东的局势复归统一。 陈济堂在张皇事变中力满狂澜, 为自己赢得了巨大声誉。 与此同时, 他则利用广东省居五主的机会在潮州, 梅州一带取得了财政收入和进行扩边军队的契机。 1928年3月, 广东军队整编为三个军, 陈济堂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 统辖第十一、十二、二十五三个石驻扎于广州。 5月, 陈济堂兼任囊括广州、四驿、 西江等广东最富庶地方的西区善后委员, 开始正式涉足政坛。 陈济堂自打参军后, 不到十年的功夫, 就从营长升迁至国民革命军的军长, 有了自己的地盘。 任西区善后委员后, 他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 大力从事地方建设, 修筑公路, 发展航运, 兴办学校, 地位日趋巩固。 来自军事、政治、 经济等多方面的合力, 使得陈济堂逐步成为继李济深, 陈明书之后, 又一支强劲的实力派。 陈还借李济深, 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之机, 夺取了广东的军政大权。 就这样, 天王之门向陈济堂敞开了。 李济深是广西人, 在他执掌广东政权时, 与新贵系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 而陈济堂上台后, 首先把目标对准了, 有爱他独霸广东的新贵系。 1929年5月, 在蒋贵战争中失利的李宗仁, 白崇熙等退回广西后, 积极谋划禁军西江攻占广东, 作为返蒋基地。 贵军派出了主力黄旭出, 武亭阳, 吕幻炎的三个师, 共十五个团的兵力公约, 而且还同驻扎在东江惠州一带 徐景棠的第五军私下接触, 秘密商定。 大家一起东西夹击广州, 陈济堂正愁找不到借口, 谨心贵系主动打上来, 精神极为亢奋。 机会呀, 终于来了。 于是陈济堂采取以保卫广州 为中心的对策, 广调精兵强将。 他派出于汉某的第一旅, 以北江西岸守卫清远, 又派湘汉平的第二旅, 以北江东岸守卫炉包和三水。 剩下的陈张府的第三旅, 为机动总预备队。 贵军刚经大败, 人困马乏, 加之后方补给困难, 根本不是陈济堂的对手。 5月20日, 陈济堂部在花县赤泥, 白泥一带大贵军, 贵军即向广西方向逃窜。 陈济堂又腾出手来将徐景棠部击垮, 之后还联手蒋介石派来的李明锐部和滇军龙云部, 全力进击白重启, 黄少洪指挥的贵军残部。 贵军偷击不成反十米, 月桂战争成了新贵戏失败的继续, 其军力也一下子就从历盖半个中国的巅峰摔了下来, 此后再也无力恢复昔日的威风。 当年十二月和次年六月, 陈济堂两度击败张发奎与新贵戏的联军, 彻底断了他人染指广东的念头。 陈济堂打击新贵戏的动作正中蒋介石的下怀, 为了拢住陈, 将把粤省和粤方所占广西地区的全部税收拨给广东留用。 再加上广东原本就是中国的首富地区之一, 陈济堂有了充足的财力, 物力和人力实施扩军计划。 在全国各路大军阀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蒋介石的打压时, 陈济堂不仅毫发为伤, 而且军事实力极具扩张至十五万人。 陈济堂的十五万人马兵精将粮, 装备又多是他偷偷从欧洲订购的, 令其他地方实力派难忘其项背。 在扩充军力的同时, 陈济堂还念念不忘对付 与自己明争暗斗多年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明书。 他把陈明书的嫡系两个施北调山东, 巧妙地斩断了陈明书的左膀右臂。 站稳脚跟后的陈济堂, 不仅不把一般的地方实力派放在眼里, 就连蒋介石的命令也敢不怎么当回事。 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独霸南方, 与国民党南京政权相抗衡。 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同蒋介石的矛盾和斗争, 为陈济堂登上南天王的宝座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1931年2月28日,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隐约法之争被蒋介石解除立法院长之职, 并被软禁于南京的汤山, 史称胡汉民事件, 也叫胡暗或汤山事件。 这一事件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大震荡, 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或公开反对或借故辞职或消极对抗。 胡派干将, 先前以医治被拥为民反阅的谷英芬当即辞去了国民政府文官长一职, 接任立法院长的林森也不愿就职, 弃之而走。 就连与蒋私人关系极深的司法院长兼约法起草委员王宠慧, 也撕毁了蒋赠送的五万元支票, 远游欧洲已失不满。 蒋胡之争远在南京, 照理与广东的陈济堂关系不大, 可一向形势低调, 不闻党争的陈济堂却勇敢地投入到了这场汹涌的政治风暴中。 原来, 同是广东人的胡汉民是陈济堂政治上的恩人, 对陈吕有提携之恩。 陈济堂入主广东后, 更是将胡汉民和另一位广东籍前辈古英芬作为自己在中央的政治靠山。 胡汉民身陷淋雨, 陈济堂自然不能视而不见, 更为重要的是, 在胡汉民事件之前, 陈济堂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日趋尖锐。 中原大战胜利后, 蒋介石野心勃勃, 一心要制服各方实力派, 陈济堂拥兵一方, 当然不能放过。 作为前期讯号, 蒋介石要陈济堂裁减军队, 削减军费, 上交中央财政。 使地盘和军队如生命的陈济堂, 判断蒋介石对岳下手在即, 与蒋的姻缘, 眼看就要到头, 虽产生了与其道士被动, 还不如趁早谋划的念头。 情感和现实的因素, 促使陈济堂成了反蒋及先锋。 3月4日, 谷英芬来见陈济堂, 劝他反蒋。 陈济堂当场同意提供巨款, 支持谷联络国民党派各派反蒋势力。 为了壮大反蒋阵容, 武夫出身的陈济堂 还拿出了职业政客的大度, 打出了一张绝派, 派湘汉平去广西 与上年海枪袍相见, 水火不容的李宗人谈判, 要求结成, 岳贵反蒋联合战线。 新贵系在岳军的围攻下 正穷处异于, 处境艰难, 陈济堂的提议 犹如沙漠清泉一般, 令他们欣喜万分。 很快, 梁广之间以及张发奎 与陈济堂之间 就变得情好如初, 西南反蒋的军事支柱 构建成功。 1931年4月30日, 谷英芬与萧佛城, 邓泽如, 林森等四名国民党 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发出 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点。 5月3日, 陈济堂领衔阅军各将领 发出响应通点,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浮出水面。 5月24日, 汪精卫、 孙科、 徐崇志、 陈友仁、 唐生志等各派军政领袖 抵达广州 在陈济堂的私宅举行会议, 商讨筹组新政府的问题。 5月27日, 作为此次反蒋联盟最高政治组织的 国民党中央职建委员会 非常会议宣告成立。 此日, 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 陈济堂身兼非常会议委员, 国民政府委员, 军事委员会常委 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数职, 地位十分显赫。 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的成立, 使得中国出现了两个国民党中央 和两个国民政府, 政治分裂进入表面化时期, 宁月双方一方面互相攻击, 唇枪舌剑, 一方面竞相调兵前将, 战事大有一处激发之势。 就在这时, 事情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陈济堂这只老狐狸也准备坑队友了。 陈济堂在取得西南反奖主导权之后, 见自己的权力诉求已经实现, 便摆出了盟主姿态, 全然不把汪精卫、 孙科等人放在眼里。 非常会议一时间矛盾丛生, 兴雅时期。 为了保存手中的军事实力, 陈济堂还使了个, 只反蒋不讨蒋的花招。 贵军按原定计划准备出师讨蒋, 陈济堂却故意延迟出动越军。 贵军呢, 又担心雇军深入, 只好停下来观望, 气得汪精卫一怒之下去了香港。 9月, 岳贵联军击败蒋介石的雇主同步攻下衡阳。 可仅过了一天, 陈济堂就暗中下令越军全部撤回越境, 迫使贵军也不得不从湖南永州退回广西泉州。 陈济堂的拖延战略使得宁岳双方重新恢复最初的僵持对峙状态。 这时, 918事变爆发, 中国政局及宁岳政局均受到了重大影响。 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迫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和强大压力, 宁岳开始和解。 由于对患得患失, 一心保存实力的陈济堂失望透顶, 广州国民政府中的元老人物纷纷趁机与南京政府和解, 离开了广东。 西南反蒋的最终战果仅是蒋介石于12月15日暂时下野, 广州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宣布取消, 无异于一场闹剧。 而陈济堂却利用这一时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实权, 先是逼走了政敌陈明书, 接着又重新分配各派权力。 最后还强行收编了广东海、空军, 将广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保持了半独立状态。 陈济堂一跃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最有实力, 最具影响的地方实力派。 南天王横空出世。